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一段日子一直推着美股上死都不下 就是因为盈利增长比预期理想很多 因为之前可能那条街唱得比较淡 我们变成了《标普500》最新出来《So far》 现在的美股盈利增长有17%以外 大家都觉得很惊喜 变成了支撑住一个比较贵的股值 你怎样看呢 没错 但是在途中你看到左手边的两只棍子 就是资源源材料和能源类 是推高了整体标普500个盈利有17.5% 如果你没有了能源和资源类 基本上10%都不到 不要忘记标普由去年9月底到现在同期 已经升了超过三成 今年来说升了两成六 两成半左右 盈利这些东西都是唱衰 接着就比较 positive surprise 好像你老公或者男朋友 那样做一个衰的样子给你看 然后到时就很乖 送了礼物 哄到你很开心 现在美股就是这样的情况 哄你入局 哦 那未来几个月 我见有些都已经叫大家小心 因为按贵 其实每个盈利增长会放缓得比较明显的 没错了 连高盛 美银 美琳 大磨 细磨 分别都说这一季的盈利增长已经是顶峰 现在我们这个第四季 不要说明年 明年 即是第一二季也好 全年也好 GDP也好 盈利增长也好 收入也好 他们的盈利是有一个比较大的surprise 大家都明白为什么 油价各样的资源价格不断上升 以及之前的低基数效应 但是最近譬如有火上加油的一些新的概念 就算有些公司的业绩不是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买着一个憧憬 都可以把整个指数推上去 我们刚才说 在美国各位朋友 其实买头五大市值美股的股份都已经够了 因为现在比重阿丁sir 原来24% 我不看你这张测试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已经占比那么夸张 是很夸张 所以我刚才所说 美国除了财富不均之外 就是说市值占比也是不均的 去到50年前的夸张 1970年代的25% 即是你不买头五个 基本上标普是升不到20多个%